好,那我今天的提案是低碳蛋白質來源麵包蟲 那為什麼會想到這個提案呢 是因為之前有一次我跟朋友閒聊是 我知道有一個朋友突然吃素 我想說為什麼你吃素 他說因為素的碳排比較低 就是為了地球好 所以他決定少吃肉多吃菜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假如吃蟲的排碳比吃菜的排碳還低的話 你就便宜吃蟲了 然後他想了一想覺得好像可以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是因為碳排因素 所以吃素 而且現在淨靈碳排這個主題越來越重要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好好來思考 Hakunama他排來吃蟲 對,所以剛好那時候就有查到麵包蟲的資訊 因為其實麵包蟲的養殖 來餵動物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蠻成熟的 很多人在養龍蝦 或是養什麼蜜帶物啊 養刺蟲 都會餵牠吃麵包蟲 然後麵包蟲是一種非常好養的一種動物 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蛋白質來源 然後歐盟也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把麵包蟲視為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所以我就想說 食品添加物 對,食品添加物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養成一種 就是在城市裡面也可以養麵包蟲的一個食品產業 那為什麼麵包蟲的碳排可以比蔬菜還低呢 主要是因為蔬菜 其實很多蔬菜它並沒有辦法在城市內種植 它蔬菜可能要在高山上 可能甚至要從國外再用船運進口來 所以這個運輸都是很大的碳排 但相對起來麵包蟲它是可以直接在城市內 可以在住家內養殖的 所以它的運輸成本可以非常非常低 那運輸的碳排就幾乎是 就是往去趨勁以臨 然後麵包蟲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所以我們也不用特地去幫它去買什麼飼料 什麼進口的飼料 我們可能只要去附近的菜市場 然後去菜市場搜刮一些它已經爛掉的菜葉類 然後把這些菜葉餵給麵包蟲 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 所以等於說麵包蟲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剩食的一個方法 因為它可以把這種人不吃的菜葉 人不吃的東西吃下去後它變成蛋白質 然後我們再吃掉它 所以我的這個提案就是 第一看蛋白質來的沒有 我們主要是想做一個供筆或做一個流程 那這流程包含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我們可以怎麼在都會裡面 蒐集麵包蟲可以吃的東西 然後所以譬如說大家可以去菜市場 怎麼去搜刮那種爛掉的菜葉之類的 或是家裡剩下的廚餘可以怎麼處理以後 可以讓麵包吃掉 然後再來就是說 怎麼料理麵包蟲 因為重點是麵包蟲要好吃 大家才願意吃嘛 你一直覺得你們要不要試吃 對啦我其實有考慮昨天也要去買 然後帶來的 其實我覺得油炸就還不錯 就可以像那種炸吃西蝦一樣的感覺 對 對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在食安法規上 就是若傑去買那種鳥店的那種麵包蟲 那人直接吃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對 因為像郭盟之前的規定是說 他的那個食用麵包蟲 至少要五個世代在無菌的實驗室裡面繁殖 他們才允許讓人可以做使用用度 無菌實驗室 對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這也是一個需要 就是台灣有什麼相關法規 如果我們正要讓它變成實用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的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供筆想要收集的 然後再來料理 料理的方法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食用的管道 例如說像我住西北市板橋區 板橋區那邊很多gay by的文青咖啡店 所以假如今天文青咖啡店推出 譬如說 含有30%的麵包蟲的漢堡肉 它不用全部是麵包蟲 它只要70%是豬肉 然後30%是麵包蟲 那這一個漢堡就 在排炭上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低排炭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就很多的文青 就會願意來吃這個東西 會不會這就是一個管道 等於慢慢就可以從這種 早午餐店那種擴張出去 所以這個供筆想收集就幾個 第一個是麵包蟲的食品來源 再來怎麼養殖 怎麼注意它的健康 然後家裡的廚餘 收集來的廚餘要做什麼樣的預先處理 例如說烘乾或怎麼樣 在外面餵給麵包蟲吃比較安全呢 然後再來怎麼料理 跟怎麼樣把它推出到市場上 那我覺得如果理想上這件事情很成功的話 或許就可以也變成一種新的一種 就是家庭手工業 反正暫時可能失業或無業在家裡 或是大家也可以當過副業 就在家裡養麵包蟲 然後在銷給附近的早餐店 銷給附近的這種低碳料理店之類的 我覺得或許也是滿不錯的一個新產業的方向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提案 謝謝